新春大地复苏 瑞瑟香农会也迈开文旦幼产销步伐 第一步就是三月份的文旦幼花季 幼香追花路跑赛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今年别开生面 开办全台青农路跑运动会 欢迎大家在二月底前上网站报名 共乡胜举 迎新春瑞瑟香农会也迎接 今年度第一个农产行销推广活动 我们今年的文旦幼花路跑 已经迈入第四年 那很多的跑者非常的喜欢 那也很多的跑者打电话来询问 因为我们报名截止的日期 原定是二月一号 那陆陆续续还接到很多的跑者 想要报名 所以我们把这个报名的日期 延到二月底 那希望说还没有报名到的这个跑者 可以尽快地来上我们 eBay特的网站来做一个报名 2023年全台右乡追花路跑比赛 瑞瑟香场次将在三月份登场 延续前几届的赛事 依序区分为6K青子组 12K迷尼马 以及21K的半马路跑赛之外 瑞瑟香农会也结合农粮署 办理青农路跑运动大会来扩大办理 今年的这个赛程一样跟去年一样 就是有21K 12K跟6K的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部分 我们有针对青农的这个区块 透过这个农粮署农委会的一个规划 将近会来了400多位 来自于全省各地的青农报名参加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花莲在地的青农 也能够一起来跟我们的这个 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农一起来做一个 诱花路跑的一个体验 今年迈入第四届的瑞瑟诱乡追花路跑比赛 不仅带动地方观光旅宿的经济 农会也正式启动今年度温丹佑的产销推广 借此让大众也能提早预约8月中秋的温丹佑农产 确保幼农的农产收益一举数得 失序入春 瑞瑟乡超过600公顷的温丹佑园进入开花期 穿梭期间的路跑赛道弥漫着温丹佑花淡雅清香 被誉为是全世界最香的路跑赛道 农会也欢迎全台路跑爱好者以及大众 从即日起到2月底前 上伊贝特路跑网站报名 一起来路跑挺台湾文丹佑农产 记者是宇兰瑞瑞瑟采访报道